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月的15日 中國及印度的邊防部隊 就在中印邊境西線的拉達克地區 加勒曼河谷一帶 發生了嚴重衝突 導致中印兩國關係日趨緊張 到了今早 印度總理莫迪 突然親自前往邊境一帶進行督私工作 到底是搞哪科呢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就說莫迪在今早親自前往 位於中印邊境拉達克地區的尼姆軍事基地 在國防參謀長拉雅特 和陸軍司令納拉文的陪同之下 巡視了邊境部隊 和士兵進行會面 並且聽取軍方的高層回報 好 莫迪今早這個行為 首先來講 對於印度的邊防部隊 絕對是有提振士氣的效果 因為一般這些巡視工作 都是交由軍方高層去做 但今次 竟然間是有國家級的最高領導人 親自前往前線 進行視察 這個在近代史上比較少見 當然 莫迪親自出現在中印邊境的樹 亦表明了 他是非常重視這班印度邊防部隊 亦預示了一件事 若然下次中印再次出現衝突的時候 在規模上 或者在後果上 一定會比上一次更加嚴重 此外 莫迪今次這樣走到前線 亦反映出 他要向中國表達一個訊息 就是他無懼中國方面的增兵 而在中國方面 暫時未對莫迪今早這個行為有所回應 只不過 在較早前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曾經勸喻過印度不要議論擊石 他就說老胡必須要警告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們 如果你們的軍隊連打架都打不過中國軍人的話 槍枝和其他軍系更加幫不了你們忙 因為中國的軍事力量 要比印度先進強大得多 一些印度人狂妄地以為印軍現代化 能夠擊敗解放軍 可以報1962年的一戰之仇 我老胡想跟他們說 1962年的時候 中印的經濟實力差不多 但到今天 中國的GDP是印度的大約五倍 中國軍費 西方估計是印度的三倍多 印軍如果升級和中國的邊境衝突 使之成為戰爭的話 只能拿雞蛋往石頭上碰 中國不想和印度升級衝突 但是中國有充裕的能力 擊退印軍的任何挑釁 說到中印一旦有什麼事上來的時候 中國是贏硬的 但是今早早 一呼當關 萬呼莫迪 又說莫迪親自去到邊防的時候 是篤施 巡視軍務 那又會不會有另一番的局面呢 我很想看看老胡胡錫進的回應 因為他說的話 簡直就是妙語如珠 哈哈哈哈 今天看到也覺得非常有趣味性 好了 中印之間的衝突 除了在邊境出現以外 原來已經伸延到印度不同的範疇 比如說 在昨天 印度總理莫迪 索性退出了中國微博 本來這個微博 就在2015年的時候 莫迪首次出訪中國的時候 是開啟的 至今已經累積了超過28萬個粉絲 但是好景不上 去到昨天正式關閉帳號 好了 一大班小粉紅微博網民 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馬上走到印度駐中國大使館的微博 紛紛留言 要求這個大使館 緊隨莫迪 馬上關閉微博 實情這樣做 也是沒什麼為的 因為 這是中印之間僅餘的 民間溝通渠道 這樣也堵塞了它 你又上不了Twitter 永遠看來看 都是微博自己的東西 有鬼好看嗎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政府已經下了一道禁令 宣布將59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式下搞 包括那些呢 微博 微信 抖音 等等 實情 印度在這方面 又真是說得出做得到 在較早之前 印度的民間曾經推出過一款應用程式 所謂就是一鍵刪除中國手機APP市 但是 這個APP市已經遭到Google方面的下架 就說你這些東西是不符合規矩的 不可以這樣做 好了 印度現在由官方來下命令 直接由政府方面要求 將59款中國好受歡迎的程式下架 就不再是民間的力量去做了 是由官方帶頭抵制 力量當然是大很多倍 如果是由印度民間來推動 只不過是自願性質 要印度人本身對中國有多少反感 他才會主動下載軟件 來一鍵刪除 好了 現在不是了 由官方來推動的話 就變成 無論你對中國有什麼感覺 他都不讓你下載 直接禁止你用 所以這個分別是非常大的 好了 大陸媒體澎湃新聞分析 說抖音在今年5月有1億1200萬次的下載量 其中兩成原來是來自印度 比起美國市場高於一倍 印度今次下了禁令 恐怕會令到抖音的母公司損失超過60億美元 當然是非常大的損失 因為在所有新興市場當中 印度的人口是最龐大的 發展潛力也是最高 簡直可以比美80年代的中國 當時剛才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起飛 雖然經歷了在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 帶來了兩三年的西方社會杯葛 但是在鄧小平南巡以後 就確定了繼續性社 不要再討論性知性社 當時拍板說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然後那條路就慢慢歡闊起來了 這個中國夢就開始出現了 好了 現在印度其實就是等同於當時中國的情況 而且印度的人口真的跟中國旗鼓相當 那些藍絲經常說 打到中國的市場就得米 因為一人一督口水都可以浸死你 每人洗一毫子都已經是一億四千萬 但是印度也是一個差不多人口的市場 故此如果那些中國手機apps 真的失去了印度市場的話 損失是可以相當之大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 就說中國商務部 希望印度方面 立即糾正對中國公司的歧視行為 並且就說印度的行為 已經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則 到底能不能夠解決得到這個問題 暫時未知 未有微目 除此之外 印度方面 他們還禁止了一些中資企業 參見當地的高速公路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 印度當局將會推出一個新的政策 禁止中資企業 或者中印合資企業 參與鏡頭印度的高速公路建設 並且會放寬印度公司參與鏡頭的標準 以確保印度公司有資格參與大型項目的投標 即是先禁止中資 然後放寬對印資的標準 即是有些本來不合格的都照給他 這完全是配合印度總理莫迪的所謂印度製造的大計 另外印度駐聯合國代表 亦就香港問題作出正式表態 印度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說 鑑於印度在香港擁有龐大的僑民利益 因此當局正在密切關注近期涉及香港的事態發展 而印媒分析說這次是印度官方首次在香港事務上作出的公康表態 顯然是與近期中印邊境局勢有關 當然如果不是發生了邊境衝突 可能印度一早簽名支持港區國安法也不一定 當然現在發生了中印邊境衝突 無疑將印度推向西方民主國家一邊 而事實上經過多日以來的事態發展 亦證明到這一點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